真的好危险哦 在系指茄东路224项还有250项 因为衔接大马路是一个大斜坡 在上坡加速的时候加上视线不好 经常和茄东路的执行车发生车祸 所以在借货成情之后 29号上午院审发会 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开 要求在两个路口都划设黄色黄网线 减少车祸意外发生 只见从茄东路250项出来的车子 都得小心翼翼 但其实车头都已经快到车道中间 主要是因为巷子出来是一个斜坡道 都得踩油门 但是有时候碰到茄东路上的车子过来 有时候来不及刹车 再加上视线不好 双方都没有看到来车 意外就这么发生 只见前阵子才刚铺的薄油路面 已经又划上了车祸意外的痕迹 起来是白驾 白驾 我们这家这个加冬路本身 还是一个台湾鸟 它也是一个下坡 所以这些车速 茄东路上面的车速很快 这家在白驾的车 它的视线也不太好 所以这常常发生车好 我们现在驾着 你看看 茄东路这边整个高风 路面刚打好而已 没有几天有车好 现在山河跌在车 所以这车的车好 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是因为除了我们的那个凹凸镜之外 还有画个停止线这样子还是不够 还有车速的问题 其实这里的路线是往上来 从巷子口要往来前东路的车祸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们也是要告知附近的里民 他们的车子停放也不能超过红线这样子 车祸意外频传只是路口反射镜已经装了两面 停止线也化了但是意外还是不断 在接获陈情之后29号上午议员审发会 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日常也希望能够在路口化设黄色网状线 让前东路执行车很清楚是一个路口 再减速再小心 250项跟224项经过里民的陈情 办这次的那个会刊 所以现在初步的决定是由 我们的交通局委外来做 那个黄黄线的设置来划线 那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个路口是比较危险 我们这里也已经可以做的 我们都做的 反光政策也都做了 但是同样的情况 因为这个加工路来用的车路 对这里的这个路口没有这个警觉性 我们结论现在是说 我们的250项 224项这两个旁边 我们都在这个旁边的路面 为这个黄色 黄色的这个网状线 这样你在这些经过的人 就知道说买一个路口 因为一般的辆速的都会比较慢 除了前东路250项 另外在往前的224项口 也是一样的状况 会看后也要求市府交通局 尽快在两个路口化设黄色网状线 减少车祸意外发生 就成惠林 西纸采访报道